昨晚挺晚的回来的时候 我就等于说睡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这两个早上写唱歌 我已经醉了 最近打呼了吗 打 哈哈 最近昨天那个谁 那个谁也打 您不虚传了吧 黄黄也打了 黄黄也打了 又不是我累 我跟你讲 我都给你拿手机录下来 我从来没有上个天 那就是在 就是我整个人是在外面的 能吹到风风的那种上天 哇 然后跳伞也 所以我们比他们酷多了 我们的失重是真正的那个失重 就跟太空舱一模一样 就比如说我推你一下 你是可以做Superman 然后在空中飞进去 很好玩的 这里就是想遇世界的航天员的摇篮 嘉嘉林航天员训练中心 1960年前 苏联为了首次载人飞行 培训航天员而成立 由李嘉嘉林 这个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 就是在这里接受了训练 一直以来 这里都是被严密监控和防护的 训练场所 但如今已经向少量的大众开放 今天我们就来真实体验 宇航员的训练项目 一起来揭开 宇航员训练的神秘面纱 有点007 007进去培训的感觉 好 检查呼召 小彤 小彤 检查呼召 检查一下呼召 小彤 大众 平常 弄 枇权 大众 小彤 你快找找 醒醒 你有没有给你那个对接导演 没有 我带了 你上去拿墨镜 他是不是又上了趟楼又放回去了 我看他拿墨镜 他拿墨镜 你问问他 小偷你不上去拿墨镜吗 你是不是上去拿墨镜的时候放桌上了 你不上去拿墨镜的时候放桌上了 你不上去拿墨镜的时候放桌上了 拒织门外了 我说 这样不太好吧 拉下来一个人 要不可以 小伙伴他们单程先过来 从那边送过来 那也得一小时吧 时间大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来 对 他只有一个时间 时间 跟 你们先走吧 志天哥 抱歉了小偷 我们不刚一起 你先走吧 我抱歉了 哎呀 我这每天都运死了 知道这没事没事没事 那个马力姐二爷你们先走 再见